像这两天搞的犹太的节日 这影响多大呀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懂的兄弟姐妹们 意义至深远 共产党怕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大家 我在后天直播再讲讲这几天我最大的感受 从爆料革命有史以来 我从来没有的五个感受 这五个感受我从来没有过 我今天不能跟你们说 这事儿太大 我要庄严地穿上西装 郑八景的一个大直播政府 我希望青几天大直播我能参与 我要谈谈我这五个从来没有的感受 这都是和我们在乌冬这个救援也有关系 和我们的战友们的坚持有关系 你们真不知道 就在这个最近 爆料革命新中联邦在世界上扮演的作用 发生了多少大事儿 从来我没有过 我就给你们问一个问题 多维自动关闭的意义多大 从2015年多维就开始骂你七哥 攻你七哥 跟着王岐山 孟建柱 李友 还有那个叫床的余力 还有北大校长王永泽 到所有的PAG PASS这个官司 PAX PASS 太平联盟官司到现在你见多维 停止过攻击我们爆料革命 你花多少钱都把多维关了吗 多维于贫海一个人在北京银行就贷款20个亿 安全部的所有的部长副部长 包括解放军的各种将军 谁又想让多维上篇文章 要贴个帖子 那得请于贫海好好吃饭 得送几个处女的 你能想象您能把多维关了吗 多维欠外债一个狗屁的于贫海 就像去台湾搞的那个蔡炎明一样 蔡炎明现在叫台湾统战 国际统战 所谓的被国际官方认可民意比多维 一年的数据是20个T 那是政治斗争的最好的平台工具 他可能帮你帮不了 但是多维要想在上面贴你几个当官的 当地的副省长 市长贴你两个帖子 腐败让你贴住你死定了 中国有多少官员你们算过吗 多少局级科技官员 几百万呐 于贫海到任何一个县里边 一个市场敲诈一个市场敲几个亿根玩似的 当年孙力军就是叫于贫海 于贫海仅仅就在苏州 在无锡搞高尔夫搞土地 那都是几十亿几十亿的玩 一夜之间 就因为一会儿还有三小时就开始开平了 咱们战友把他告了GTV把他告了 他就给关了 这是在西方世界最正规最有力量的一个政治情报的平台 咱一分钱没花他关了 关了 这个美国人不抓的 因为美国人挺可怜的 美国人把这小子给抓了 是吧 你们知道我们套出多少情报出来 共产党常委政治局 谁不给于贫海面子 不给多维面子 那你是不想混了